看华府新闻 小华府大事 这里是华府新闻节目 连续六年承办北京水利方歌手大赛的华盛顿北京同乡会 今年将继续承办该赛事美东地区比赛 今年的比赛定于6月4日在马里兰州蒙郡政府大楼举办 华盛顿北京同乡会会长黄雷先生就今年的水利方大赛 接受了华府海语记者的采访 那么我们的今年的水利方杯呢也是冠名文化中国 那就是纳入了国务院桥办 中国文化走向海外推广的这么一个系列活动之一 关于我们比赛的选拔条件 第一呢我们是要在海外的海外华人 拥有绿卡或者说在美国公民 具有华语血统 他都能够参与我们的这个比赛和大赛 今年我们新增加的18岁以上 18周岁以上的这个组呢我们叫做成人组 那我们将送三位选手进入到北京的总决赛 青年组也就12岁到18岁的冠亚军 还有成人组的冠军 在美国我们华盛顿赛区呢 选手的选拔范围 特拉华州 马里兰州 弗吉尼亚州 华盛顿DC 北卡 南卡 一共我们是西弗吉尼亚 我们一共六个州一个地区 比赛的方式 我们今天采取了网上的提交报名视频的方法 那么选手们呢把自己的参赛作品 自己的基本信息发送到网站之后 我们的专业的评委 通过我们接受到的海选资料 评选出 进入华盛顿地区 6月4号总决赛的选手 我们呢有一个人气奖 人气奖的评选呢 我们只针对于被选拔到进入决赛范围内的选手 我们会把所有这些选手的资料 和他们自己在视频中的这种表现 我们会呢和这个我们大华府当地的媒体 这个华府华语进行合作 我们会放到华府华语的网站上 那么呢大家可以上去进行最高人气奖的点评 2017年文化中国水利方碑 海外华人歌手大赛 美国华盛顿地区的总决赛的舞台 等着您 欢迎你的到来 展现你的才艺 我们6月4号见 美国华盛顿地区华府华语传媒 也已经连续4年成为美东地区 水利方大赛的视频协办单位 今年我们将再次为大赛提供全方位视频支持 看华府新闻小华府大事 华府华语记者 维州为您报道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